OK欢迎各位学员回到我们课堂 我们把这个虫鞋,虫宰,虫宰临,抛砖以后呢 下面呢我们再讲讲虫宰,虫宰的理论指示 先说虫宰 虫宰必须在同一个类中进行 虫宰必须在同一个类中进行 虫鞋必须发生在负类和子类之间 比如说虚和人虫鞋 负类有一个函数名 ABC 子类里边也有一个函数名 这叫重写 再看 子类无法重担负类的函数 子类无法重担负类的函数 负类同名函数将被覆盖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等会再说 再看这个 重担是在编译器编译器间 根据参数类型和各所 决定的函数利用 言外这意思说 重担在一个类里面 在编译器编译期间 都已经静态连编成固定模型了 是吧 那我们再看 那重写下面的 重写必须是负类和子类的函数原型 是完完全全的一样 不能有任何偏差 这是重写 要不然不叫重写了 而且 再看 再看重写 重写又缤分两路 重写又缤分两路 如果是加上窩体有关键字的重写 将产生多态 如果不加窩体有关键字的重写 那叫重定义 那叫重定义 那重写重载重定义 大家有这个概念了 那多态是在运行期间 根据具体的兑现的类型来决定函数的调用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重写重写的定义给大家做了一个框框 OK 下面呢 这个框框有了以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 把前面两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了 比如说 这三个类 翻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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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在负类里面 所以说这三个类应该是重载 重载只发生在一个类里面 一个作用语里面 就重载啊 然后这两个类也是重载 OK 重载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什么叫重写 重写是指负类里面有一个两个参数的 看到了吗 子类里面也有两个参数的 那么这两个函数圆形一模模一样 但我提关键字这样可起可不起啊 那这两个函数之间就是重写 重写又分为两种 一个是虚和重写 就是这种 还有呢 不是虚和重写的 比如说我在负类里面有个ABC 然后呢 打印一句话 Prinze F ABC 是吧 那 在负类里面也有个ABC 我们放在泡泡里面啊 那这是子类的ABC OK F7编语吧 那这个我们把它去掉啊 等会再讲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ABC函数将是重写 因为它没有 不是虚和重写 它是重写 如果你在负类里面 加一个不推关键字 那就成为虚和重写 虚和重写将发生多态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差不多了吧 虫载 虫写 虫定一页 虫写分为两类 一个是虚和重写 非虚和重写 它叫重写 OK 啊 就是这个概念 把它讲完了 那讲完以后 就是面试啊 面试官 他会可能会让你问 问问你 他重写 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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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看 解写了以后呢 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 是这句话 在F1里边 他报什么呢 他报说 F1里边就不能调用 子类里边的函数吗 那是不可能的 难道 子类就不能调用 和腹内像名字相同的函数吗 那也不可能的 这个中文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 对不对 同名函数 那比如说 我现在再给你做个实验 C1里边有一个ABCD ABC 那子类里边也有一个ABC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可以调用ABC吗 其变迹方 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讲过 啊 难过的吧 省事了啊 在这种场景之下 你看 他确确实实能调用起来的 在这种场景之下 确确实实能调用ABC的 只不过这个ABC和翻译成像比 ABC里边没有ABC这样的函数 这个意思吧 嗯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你加上这一个函数以后 我估计又和这个类型和他一样了吗 你掉不起来了 那这这是什么现象呢 这就是 这这就是 说了这句话 子类无法重担负类的函数 负类同名函数将被名称覆盖 就是说你这个 你其实你这么写啊 其实 比如说他他这么写啊 就是这个这个人这么写啊 就是想想在什么呢 想在负类 想在子类里面 重宰子类的ABC 想在子类里边 重宰负类的ABC啊 他这么写 他他为什么呢 啊 我从老队里边 继承了ABC 我自己也有ABC 然后呢 我再写个ABC 然后呢 我我我这个地方 我在调用的时候 我写个ABC 他能根据我的 参数的各种的不同啊 来选择子类的ABC 还有负类的ABC 对不起 他做不到 原因就是这句话 子类无法重宰负类的函数 如果是子类的函数 和负类的函数 名字相同了 将发生名称覆盖 不会发生 重宰 因为重宰是干什么呢 重宰是在同一个类之间 是吧 所以说 子类里面 不可能重宰负类的函数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调用负类的 负类函数 是调用不起来的 那你怎么样 才能调用负类的ABC ABC函数呢 这个呢 需要加一个 预作用符 就是回到我们的录制上来 所以结论别简单 只需要 加上一个预作用符 显示的 因为发生名字 名字覆盖了 因为这个含着名字 已经在子类里面被用了 明白吗 所以说呢 你就只要显示的调用一把 才能调用起来 那F7变异吧 F7变异吧 OK 这样才能调起来 所以呢 最后结论 就是这几个结论 第一 需要你记忆的 重载 必须在同一个类里面 重鞋是发生在 负质之类之间 那么同时 重鞋又并分两类 并不从两路 如果是加过去 关键字 那么就要虚含着重鞋 如果不加过去 关键字 那叫重定义 然后呢 这是 这个定义的 然后呢 再看那个 如果你这个函硕 和子类的函硕 名字相同了 将发生名称覆盖 翻译的函硕里面有 子类里面也有 子类其他函硕也有 这个时候呢 在子类里面 将发生名称覆盖 你不理解这个名称覆盖 也无所谓 你只要能知道 怎么样把负类的 翻译硕给调用起来 也可以 就这三点 这是给大家讲 这个面试题 OK 重宰重鞋 重定义的面试题 就是